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小世界其实是一种双重的隐喻 一方面在讲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面对的事实上就是一个最低度的一个生存的状态 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状态 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隐喻到就是这个全球化的崩毁之下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那我们对有些艺术家他可以用一些非常微小跟细微的动作 他就可以改变观众在对于一个空间的感知跟空间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有一部分艺术家他就是这样 也透过跟空间之间的介入跟摄入的手法 用一些很微妙很微小的举动 他就改变了观众的一个视觉上面一个品面 那也有一些艺术家 他对于这个尺度的诠释可能是回到一些比较内心的 可能是回到跟自己自身的关系 或是跟亲密的家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所以有些艺术家他也是在处理这种 我们内心的一种情感上面的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也是一种尺度上面的游移 我们也有一些艺术家他对于我们跟机械 跟这个工业体系跟生产体系 消费体系之间的关系也进行更进一步的去 探讨在这种尺度上面的游移 找到一种放慢速度放慢脚步的方式 来跟这个社会去应对 所以我们也是在讨论这种就是速度上面的游移 速度上面游移它也反映到了我们跟时间的关系 时间是生活的时间 时间是时间的时间 在生活中和通過的生活 另一種是機器 時間和身體的關係 與機器延伸我們 但也有時會對我們 有時會幫助我們活動 當我和你講話 會幫助我們錄製和記憶 有時會幫助我們變得更加 機器總是比我們大和比我們大 所以在很多的作品裡面 我們也在探討說 就是這種大型的消費體系 還是怎麼樣去剝削我們的腦力 還是怎樣剝削我們對於時間的概念 但是不用空間或是章節來區分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 營造了一個不斷在流動的 但這個流動的方式 其實我們是用了音樂 作為一個切入的方式點 很多藝術家的作品 透過聲音跟音樂 成為他們作品創作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我想策展人這一次 他們在選擇藝術家或者是主題的時候 用了一個相對以往台北雙年展 比較大議題或者是比較沉重的 這樣的議題的方向 反而選擇的是一個相對日常化 輕鬆的一個方式 所以音樂在這個裡面 會形成一個很重要的界面 但是我們也覺得這一點 重要的方式點是 但是因為我們覺得這點是重要的 去音樂、去音樂、去音樂、去網站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一個問題 關於語言 或是在這個時候也能說到 人們的不同的方式 另一個重要的東西 在我們的 biennial 是我們文字的網站 是是 Small World Journal的 它是一個發展的辯論 跟這張標誌 它會包含一篇文章的題目 這些文章會提供一個概念 作為這項目的項目 遭遇到這個小的極端 在文章的選項上顯示 文章、訪問、討論和新的翻譯 會開啟文章的空間 讓文章在世界上 提供一個概念的項目 作為這項目的概念 透過這樣的狀態 在談我們這個世界 這個環境正面對的一個處境 然後我們到底要該怎麼樣的 去回應這個世界